我这个频道给大家介绍了很多海外的好产品 但有一些好东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比如我们天天都在用的微信 它其实有一个海外版叫做WeChat WeChat跟微信呢长的是一个样 但是呢产品定位不同 很多功能也不一样 比如说啊 WeChat它的数据呢是存放在海外的 它不是存放在大陆的 所以很多人觉得WeChat呢 它相对来说会更加的安全一些 而且呢WeChat打开朋友圈之后 你是看不到广告的 那是因为国外的这个隐私协议跟国内不一样嘛 还有诸如此类很多细节上的不同 而且更重要的是 WeChat它有一些很有特色的功能 一个呢是WeChat Out 你可以通过WeChat Out直接去打国际电话 它的费率呢非常的便宜 还有一个呢是WeChat Pay HK 你可以绑上港澳的卡 直接在港澳跟大陆进行支付 为我们的港币回国提供了一条路 那这期视频呢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我们该怎么注册WeChat 怎么使用WeChat Out 怎么使用WeChat Pay HK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 首先我们来看该怎么注册WeChat 实际上WeChat跟微信他们使用的APP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在哪里搜索WeChat或者微信 你们都会得到同一个APP 这个呢就是微信的EV两制 同一个微信但两套机制 当你用大陆的手机号注册 你就会得到微信 你用海外的手机号注册 就会得到WeChat 那此刻你肯定是有一个正在用的大陆的这个微信号了 那怎么来注册WeChat呢 操作是很简单的 我们进入微信 点击我的 点击设置 然后这里呢 点击切换账号 然后在这里呢 点击添加账号 然后就会弹出注册新账号 我们点击进去 然后选择通过新手机号来注册 然后呢 在这里呢 国家地区就可以选择中国香港 然后输入一个你香港的手机号来进行注册 那很多人可能就会说 杨拉图我现在没有香港的手机号啊 那买一个香港的手机号是不是挺麻烦的 是不是得去香港买 或者得在淘宝上去下单啊 实际上不用这么麻烦 我之前给大家介绍过Fiber 你可以买一个Fiber的卡 这个呢就相当于是一个写卡器 把它撞到你的手机里 然后就能够直接去线上购买这些香港手机号的eSIM卡 然后把它写到你的手机里 比如说你看我的这个Fiber里面 现在已经写了一个ClubSIM和一个3HK 都在用 我都用他们注册了香港的微信的 用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会把它的购买链接呢 放在视频说明里 那使用香港的手机号注册之后呢 我们就会看到WeChat它的隐私协议 在这里呢大家可以扫一眼看一下它的一些不同啊 其实主要一个呢就是数据的保存的地址 你看这里写着我们的服务器位于新加坡和香港 就是WeChat呢 如果你注册香港的话呢 它是存在这里 如果你注册的是欧洲的WeChat呢 它会存在欧洲的一些服务器 所以它跟大陆呢确实是不在一起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说你就拥有绝对的安全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同一家公司嘛 是吧 所以在WeChat里也不能发布任何违法乱记的一些信息 另外一块呢就是说 微信的跟WeChat呢 其实他们之间是可以互通的 虽然你注册使用的是WeChat 但是你的这些好友啊 你的这些信息啊 他们之间都是没有任何的隔阂的 都是能够正常的传输能够查看的 然后呢你就根据提示一步步操作往下注册 这里呢需要已有的一个微信号来扫码进行注册 这个呢你就要提前准备一下 你可以用自己的这个微信 或者用你家人的微信来扫这个码 就能够完成这个WeChat的注册 那如果你用来注册的这张港卡呢 他之前有人已经拿他注册过微信了 这种情况是有一定概率发生的啊 比如说我买的那个ClubSIM这张卡 用他来注册微信的时候 就弹出了这样的一个画面 说这个卡他已经有人注册了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其实你也是能够继续来注册WeChat的 我们在这里呢就点击 不是我的继续注册 然后呢按照提示一步一步操作 这个号呢最终还是能够为你注册一个新的WeChat账号 然后呢我们就继续确定相关的一些条款 就能够最终进入WeChat的使用页面 在这里我们点击同意并启用 现在你的WeChat就能够使用了 整个过程呢非常的快速 大概也就两三分钟就能够完成啊 然后呢我们点击发现这里 你看最下面就有一个WeChat Out 就说明我们这个WeChat呢已经注册完成了 功能也是齐全的 好那现在我们WeChat已经注册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使用WeChat Out WeChat Out呢它就跟Skype很像 就能够直接通过网络来打国际电话 费用呢非常的便宜 我们点击进去 当你第一次点击的时候 WeChat Out呢就启用了 然后你会发现里面有一个八港币 这个钱呢是WeChat的团队送给咱们新用户的 我们点击消费中心看一下 你看它会给你一个八港币的礼品卡 你可以直接用来使用 那用WeChat打电话 它的费率如何呢 我们点击进费率来看一下 这里呢就能够看到WeChat它能够打到的各国各地的电话的收费情况 你可以重点看一下自己感兴趣的国家或者地区 总之呢你会发现这个金额比咱们直接拿运营商的这个手机号来打 要便宜很多 但是啊大家点一下消息中心这里 你看啊部分费率将从四月份开始起调整 具体是怎么调整的呢 那从2024年的四月一号开始 你用WeChat Out直接打大陆的话 它的费率你看就会从原来的3.64涨到8.2 这个是新加坡的分啊 打到香港的话也涨了不少 总之呢最后你可以算一下 最后这个费率呢就跟你直接用运营商打差不多了 但是呢其他没有涨价的地区还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当你使用WeChat Out的时候 你可以先来看一下它的费率 然后选择一个划算的方式再进行操作 那现在费率我们也了解了 那该怎么给WeChat Out来充值呢 我们就直接点击充值 然后在充值的页面里你看啊 充8港币会送你1.5港币 充15港币会送你3港币 38港币会送你10港币 这个微信给的这些羊毛福利还挺多 看起来还是挺香的啊 那比如说我们要充8港币的话 就点击购买 这个时候弹出充值失败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大陆的苹果ID 大陆的苹果ID呢就没有办法给它充值 你需要使用香港的苹果ID来对它进行充值 那说起香港ID的充值呢 我想起之前我做的ClubSIM的那个视频啊 有人就问我说 哎杨拉图那你说这个ClubSIM 你可以买它50元的这个客金一套餐 这个50块港币呢会给你充到你的港区的App Store里 那这个钱能不能拿来充值WeChat Out呢 那经过我的测试 这个钱是可以直接充到WeChat Out里的 这个功能真的是挺香的 相当于啊 你就直接免费的是吧 你花个50块钱买了一个香港的手机卡 然后这50块钱呢又打到了你的App Store里 这个钱最后你还能充到WeChat Out里 然后腾讯呢还能送你一些羊毛 是吧 就这么一圈下来 其实这个钱就花的非常的值了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ClubSIM的情况呢 你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好那现在我们充值也完成了 接下来就看一下该怎么拨打电话 那拨打电话的时候呢 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可以直接点击通讯录 在这里呢 WeChat它会自动的把我们手机里的这些信息同步过来 然后选择一个我们想打的电话就可以了 我们呢也可以直接点击键盘 然后在这里呢输入我们想打的号 比如说我们想给新加坡打 我们就选择新加坡的区号 然后输入新加坡的这些电话 进行拨打就可以了 当我们拨打的时候呢 在收电话的那方呢 它看到的其实是一串虚拟的电话 并不是我们真实的手机号 那接下来呢 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 用WeChat直接打电话给新加坡华侨银行OCBC的客服啊 那在这里呢 我就直接选择通讯录了 因为我已经存在手机里了 选择OCBC 电话就出来了 我们就点击这个号码 你看现在就已经开始打了 我们点击免提 不到一分钟吧 但是它呢会按照一分钟来进行结算 我们看一下 现在这个余额呢就扣了不到一分钱 扣的这个钱是非常少的 那这个呢就是WeChat Out它的一个使用情况 好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WeChat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就是它的支付功能 WeChat Pay HK 它的使用方法呢 其实跟我们用微信来绑定银行卡进行消费呢 它是一个道理 但不同之处在于说呢 它绑定的是你港澳的卡 然后能够在港澳跟大陆都进行消费 我们来看该怎么使用啊 点击服务 这里呢有个银行卡 你看这个页面跟微信是不是差不多 但你仔细看有很多不同 我这里呢已经绑上了几张了 你第一次进入的都是空白的 然后点击添加银行卡或银行账户 在这里呢 你看我们可以添加信用卡 也能够添加银行账户 那推荐大家直接添加银行账户 因为银行账户来消费的话 它是免费的嘛 那你看看这里有好多银行出来 那我们能用的银行账户是哪一些呢 首先啊 底下这些有转述块提供服务的这些银行啊 我们是用不了的 因为如果你想使用转述块的话 你需要是进行身份认证 但身份认证呢 是只针对香港居民的啊 所以我们就添加上面这几家银行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看看都有哪些银行 有中银香港 信银国际 公银亚洲 大新银行 这是一个什么银行 我不清楚啊 招商永龙 这几家都是可以来绑定的 所以当你想去开港卡的时候 这几家呢 也可以是你重点关注的对象 那比如说我添加中银香港 我们就点击一下 输入密码进入之后呢 然后填写我们姓名的拼音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的这个姓名呢 必须得跟我们要绑的银行 留的那个姓名是一致的 否则的话 它是过不了的 然后确认好之后 我们点击同意 下一步 然后就进入了中银香港的网银 然后呢 你再把你的用户名跟密码 填写进去 登录进去 点击确认 它就能够给关联好了 那绑定一张港卡 就是这么简单 那同样的道理啊 你也可以把公银呀 新英国际呀 Zbank这些都给绑上去 但是经我使用下来啊 目前只有中银香港 我觉得是最好用的 所以中银香港是你去香港 一定要开的一家银行 它能够用的地方 真的是太多了 那当你绑完香港的银行卡之后 那该怎么用呢 那首先你在香港跟澳门 来正常的消费 是毫无压力的 都是可以的 这个一点不稀奇是吧 但关键的是 你可以直接在大陆 来通过WeChat 扫码或者被扫码 来进行支付 那它能够支付的 进额范围呢 可以很小 几块钱都可以 往高了刷也没问题 比如说啊 前几天我刷了一笔 是六千多港币的一单 它也是完成了支付 那用WeChat在大陆进行消费 它内在的一个支付流程 是怎样的呢 是当你产生这笔订单的时候 微信呢 会给你提供一个汇率 然后呢 你确认之后 微信就会把这笔钱 给你付了 以人民币的形式 付给了商家 然后呢 微信在通知 你绑定的这个银行 比如中银香港 然后让这个银行 以这个汇率的价格 把港币发给 微信支付 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微信提供的 这个汇率价格如何呢 那当我完成了这笔订单支付呢 我就进行了一个测算 我是怎么测算的呢 我是直接看了一下 中国银行现在的一个结汇的价格 就说如果呢 我把同样的这笔订单的人民币 如果说我是要用港币 拿回国内进行结汇的话 那我需要付多少钱 结果一看 如果是港币现汇回国的话 你看金额可能稍微便宜 那么一点点 这不到千分之二啊 那如果是港币现钞 拿回来卖给银行 换成同样的人民币的话 比微信提供的这个汇率 还要更贵 所以啊 微信提供这个汇率 其实是挺不错的 是一个挺好的价格 但是啊 如果说微信 它给的汇率这么的香 而且支付起来这么方便 那起不成了一个大bug 那香港的这个钱 不就能够非常随心所欲的 流回大陆了吗 所以这样的好事 当然不会存在了 这里就涉及到 微信呢 它是有限额的 那我们进入WeChat里呢 你看它有一个身份认证 就是说呢 我们呢 必须得完成身份认证 才能够有无上限 以及比较高的权限 来进行支付 那你要进行身份认证的话呢 必须是香港的居民 你有香港居民的身份证 才能进行认证的 那我们如果是大陆的身份呢 就无法完成这个认证 也就是说我们每年的交易呢 它是有限额的 也就是最多 你一年只能够消费 两万五千港币 那你的这个余额的额度呢 只有三千港币 你也使用不了转数块 还有很多的功能 你也用不了啊 这就是一个实际的情况 但是啊 虽然说只有两万五的额度 我觉得还是让我们方便不少 因为我们如果在国内生活的话 那主力肯定还是人民币来消费 是吧 那用这些港币来消费呢 它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平常我们的日常消费 可以用它来刷一下 或者比较应急的情况 也可以直接拿港卡 通过WeChat进行消费 就省得我们再结会了 但是呢 如果你需要比较大的金额 从香港回到大陆的话 那你呢 还可以使用中央香港的 直接汇款汇汇大陆的嘛 这个也是比较方便的 或者你用熊猫速汇 来把更多的钱汇汇大陆 也是比较快的 总之呢 就是大额从香港回内地的话 是有很多种方法的 你可以各种方法 组合在一起 一起用 总是能够解决你的需求的 那这期视频呢 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WeChat Out 跟WeChat PayHK 这两个亮点 WeChat还有很多特色的功能 有哪些你觉得是非常好用的呢 可以留言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